高雄捷運挖斷了自來水的管線 結果造成今天一大早8點鐘 在北高雄的部分 有4萬多戶都停水 而且將會一直停水到 明天早上的7點鐘 時間長達23個小時 現場最新狀況 連線給記者王淑猴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目前目前所在的地方 是在高雄新的新興市場裡面 可以看到在一早呢 這一整排的美食店 麵店就有許多民眾 來自邊吃傳統的古早餅 不過呢 因為收到捷運公司 他們在挖管線的時候 現在把自來水管的管線挖破了 也造成了北高雄有5個區 今天呢 要停水23個小時 那影響巨大當然就是小吃店了 老闆娘早安 你好 是 請問今天要停水23個小時 對你來說影響造成什麼程度呢 很不方便耶 因為我們要洗碗啊 洗菜什麼的啊 都很不方便 是 那如果說停水假如再去園場的話 對你們來說會做什麼樣的處理呢 我們暫時就是說 先那個啦 先用一些免洗碗啊 預備著啊 是啊 免洗碗啊 如果它停了太久的話 我們就只有停業了 就休息了 停業那損失就大了 那也沒辦法啊 因為你這個沒有水 你什麼事情都沒辦法做啊 對啊 洗菜洗碗都要用到水啊 好 那我們可以聽到業者表示說 目前停個一到兩天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整個菜市場呢 有一個超大型的水塔 裡面可以容納15公噸的水 但是如果停水的時間繼續延長 延長到了第三天以後 那可能沒有水怎麼辦 那就是停止營業 造成損失呢 也只能自行吸收 而今天也擔心說水可能不夠用 因此呢 外帶的民眾呢 如果在裡面使用的話 水不太夠 那也可能就是都改用免洗餐具 希望能夠兼顧客人的需要 以及衛生的需求 以上是來自高雄的現場情況 舉播 在高雄市小港區的沿海二路 傍晚發生了一起嚴重的連環車禍 有五輛大小車追撞 其中一輛轎車行駛在兩輛大車之間 車禍發生的時候 後方的大車刹車來不及衝撞而上 而這輛轎車剛好夾在兩輛大車之間 當場就被夾扁了 駕駛人還受困車內 不幸在消防隊搶救之後 還是宣告死亡 連結車的車頭撞到嚴重變形 卡在車頭前方一大片白色變形物體 竟然是一台白色的轎車 因為前後遭到兩輛大車夾擊撞上 轎車變成假性餅乾 當場被壓扁成直立狀 面目全非 原來是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二路 傍晚發生連環車禍 五輛大小車追撞那樣貨 白色的小客車剛好被夾在兩輛大車之間 遭撞後駕駛受困車內 經消防隊強救脫困時 已經當場死亡 而事發經過是前方的連結車 因為看到前方有車禍 緊急剎車 而中間轎車也跟著剎車 不料後方載著鋼板的托板車 剎車不急 追撞轎車在兩輛大車間 車身慘遭疾貶 轎車駕駛不幸沉著車下亡魂 而先是連結車跟工程車追撞 再發生兩輛大車夾及轎車的意外 兩起車禍五連撞 詳細肇事原因 警方仍在調查當中 記者綜合報導 曾經奪下了英雄聯盟世界冠軍的 電競好手劉偉健 金船涉嫌在網路當中 販售毒品被抓了 今天凌晨時分 經過法院的審理之後 裁定羈押 而另外一名陽性共犯 則是以四十萬元交保 這名電競好手Toyce劉偉健 金船涉嫌販賣二級毒品大麻 台中地檢署檢警證實後 立刻北上到Toyce劉偉健 新北三重住處搜索 查扣近兩百克大麻煙蛋 並將劉偉健 與另一名陽性共犯 帶回偵辦 全案警警方序問後 認為他們兩人涉嫌販毒重罪 在昨天深夜十一點多 向台中地院申請羈押禁見 由法官漏夜審理 結果在今天凌晨出爐 法官認定有串政滅政之餘 裁定劉偉健羈押 而陽性共犯 則是以四十萬元交保 根據瞭解Toyce劉偉健 在九年前加入臺灣代表隊 勇奪英雄聯盟世界冠軍一舉成名 平時身兼直播主和YouTuber 而他的YouTube頻道 已經有六十九萬多人訂閱 涉毒消息傳上各大網路社群 也令粉絲都相當震驚 另外若調查署時 將判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檢警也將持續追查毒品來源 至於本人是否有七十毒品 目前還在等待檢驗結果 也許有十多人 由於全民族也傳到 採集中 請注意 因此 可見 反應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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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